受台风隔美影响 自7月26日以来 湖南郕州资星市遭遇特大暴雨 截至7月31日14时 暴雨造成当地11万805人受灾 房屋导损945户共1500一时间 道路塌方1345处 31日下午 记者在资星市第一中学看到 这里的操场已经被改为临时机场 与救灾物资仓储地 多架前来支援的直升机 正不间断往返于各受灾村镇空云物资 并再回需要救治的伤员及时送医 我们这些物资主要包括 米 面 油 还有矿泉水 还有一些蔬菜 还有一些蜡烛 还有棉被 凉席 这些都是按照一定的比例 给它摆到那里的 然后直升机来了 我们就能快速给它装上去的 家住资星市第一中学附近的黎聪告诉记者 7月29日 湖南省航空应急救援中心协调四架直升机 支援资星开展航空救援服务以来 他便在此当起了志愿者 承担救灾物资的配比摆放与装载工作 我们基本上从早上八点钟直升机就开始起飞了 每台直升机差不多飞一个来回也就二十分钟 直升机要从早上八点飞到中午十二点 然后期间休息两个小时 然后下午再从下午两点飞到晚上的七点 也是这么个高强度的飞行频率 与此同时 资星各村镇因暴雨受阻或塌方的道路 也在马不停蹄的抢通中 记者在当地周门司镇看到 多台大小不移的挖掘机与一辆辆扎土车 正同时作业 清理山洪带来的淤积物 抢通途经镇上的国道 方便过往及救援保障车辆通行 周门司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袁门彪说 周门司镇是资星市行政村和农业人口最多的乡镇 也是此轮暴雨清晰的重灾区 辖区内道路交通通信水电全部中断 农田大面积毁损 大量房屋净水 部分房屋倒塌 基础设施大面积破坏 灾害发生以后 我们这里面立即成立了中华协调 信心包装的 后信保障的等等一些 包括道路抢通 定立通信保障的一些组 目前我们这里面 35个村 还有5个村的通村公路 真的全力抢通 预计3天之内可以抢通 目前 自行全市中断的14条主要干线公路 已抢修恢复7条 所有乡镇街道政府所在地 通信已恢复 183个村实现了通信联络 其中132个村有通信信号覆盖 51个村通过卫星电话 卫星基站及其他应急通信设备 建立了通信联络 电力中断的8个乡镇66,793户居民 已恢复送电43,207户 母亲户居民